大家好,我是Woody 我是在型號教任教經濟科 我想分享一下econ這科 究竟有什麼心得可以令你讀得更好 以及快速進步 接下來我想分享三個讀econ的study tips 首先第一個tip就是 你可以嘗試多教你身邊的同學 我想起我以前讀econ這科的時候 其實我是很喜歡去教其他人去做econ的題目 他們很多時候都會拿他們的功課 問大師可不可以幫我檢查功課 或者大師這條MC怎樣做 其實我發現在教人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自己都進步了很多 可能有一些概念我一直都以為我自己學懂 但是到我真的教其他人的時候 因為教人是需要你由A至Z 很清楚又條理去解釋所有東西給其他人聽 到你真的要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我趕到某個位置會結束呢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原來 你是真的有不足的 你真的不是很透徹的了解這個概念 當你了解了自己的不足的時候 你就可以再看多些書 或者上網再找多些資料去改善 所以我覺得教人 除了可以幫到人之外 其實都可以幫到自己 所以我是非常推薦各位同學 如果你們有補習 或者你們學懂了一個概念 不妨嘗試教你身邊的人 第二個研究就是你一定要夠小心 我經常都很搞笑 跟學生說 其實你要考那個試 就不是叫經濟課 其實就叫處女課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一科是被處女助的人去考 因為眾所周知 Econic科的割測是非常之高 其實你做事是一定要非常細心、小心的 就是拿五星星的同學 他未必是真是概念最清楚的同學 但他肯定是做事非常之細心、非常之小心 很多時候同學就會聽到 我平時做事就是這麼狠狠的 我經常都被人扣分 這些東西是沒辦法避免的 好像這樣 但其實我覺得有一個心態上的轉變 大家是一定要有的 careless 的 mistakes 是不是真的無可避免的呢 我自己的答案就是一半一半 其實有一部分的確是無可避免的 但其實會不會有一些 只要你平時養成一些良好的習慣 你就可以避免到的呢 譬如說我自己為例 我自己考公開考試的時候 譬如說涉及一些計數題 我一定會查清楚 我有沒有留單位 有沒有留$ 或者就是說我去畫圖的時候 我一定會查清楚 我的X-axis Y-axis 那些label 我有沒有寫齊 有沒有寫清楚 有沒有加墊距 有沒有加shading 所有東西我全部都會查的 還有我每回答完一條700分的題目 我一定會數清楚 我究竟有沒有8樣東西 如果我只是數到可能5樣東西的話 那我可能真的回答了 所以其實只要你平時養成一些良好的習慣 一些careless mistakes 其實是可以避免的 那這個就是關於第二個tip 那第三個tip就是 各位同學 大家可以多留意日常生活發生的事 因為econica4其實是社會科學 很多時候都是跟日常生活一些現象 一些人類行為是相關的 那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譬如說 你早前如果有去過看Blackpink的演唱會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econ的學生 你不應該只是看演唱會 開心完就算了 你應該逼自己想 其實演唱會這件事 究竟有些什麼econ的concept 是可以考的呢 那你就可能逼自己是一個econ老師 即是上了路 你就想 其實呢 第一件事就是non-price condition 因為我去買這個演唱會票 那我不是只給得起一個市價就算的 可能我是需要排隊去等 我是要搶的 那這些就是非價格競爭 那第二件事就是 如果我用那個演唱會門票 我的機會成本是什麼呢 那我可以轉售的 我可以做皇偶去賺錢 如果我不去看那個演唱會的話 那所以呢 那這件事你又可以出 然後第三件事你逼自己想 其實演唱會除了micro的課題 微觀之外 其實還有些什麼macro的課題 是可以出題目的呢 那你就逼自己想 啊 BLACKPINK來香港搞演唱會 究竟會怎樣影響香港的GDP 會怎樣影響香港的Balance of Payment 這個國際收支呢 那其實呢 只要大家逼多點自己去想 逼多點自己去出題目呢 其實你會發現 你無時無刻都是在玩econ的 那所以呢 希望大家 可以好好地利用第三個tip 希望呢 剛才分享過三個study tip 可以幫到大家在econ的課中 拿到一個好的成績 那就來考這個2023DIC Econ了 那我就想跟應駕校生說幾句說話的 我想送大家三個心 那首先呢 第一件事 溫習要細心 那不知道你的definition那些背了沒有呢 未背了那些快點回去背了 那第二件事呢 就是審題要小心 不要看錯題目啦 不要做漏題目啦 那這個非常重要 那第三件事 就是呢 入到考場的時候 一定要有信心 給點信心給自己 要相信自己一定會怎樣的 我會陪著大家考好這個DSE 那就是這樣啦 下條片我們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